筛选 那这个是我要找的黑名单 里面的话有2万多笔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查询名单 你可以Ctrl向下 那这边的话1000 其实底下我是故意把它控开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他本来要查的 底下还有5000多笔 也就是他每天都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可能老板交付给他的一个名单 然后呢 他要跟公司里面有的原来的黑名单资料做比对 然后要查出哪一些是黑名单 如果是黑名单 可能就不能让他加入到 比如说会员系统或什么的 就要把它剔除 而且要把它找出来 到底哪一些是在黑名单里面出现的 那当然你就要试着要把它剔掉 那首先的话要找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像你这一题来看 方法很多 不过我是觉得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你要查询的查询名 B栏这个地方 你可以插入函数旁边的地方 利用刚刚用过的叫康义服 最近用过康义服 那康义服里面的话 它就有两个条件 其实基本上我们的概念是什么 第一个 Range的话指着你要找的黑名单范围 在哪里 就那个范围里面 第二个criteria就直接找这个 这个也没有信号 那他就怎么样 这概念有点像他criteria就自动会把这个Range 里面的所有的黑名单全部比对一遍 如果4的话呢 它回来就1了 OK已经有 那不是的话就0 OK 所以0跟1的话 1就是有找到 0就是没有找到 其实在以色列或城市BBA里面 1的话也象征是4就true 0的话就false就没有 1就是有 0就是没有 到底一样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Range 你靠它说黑名单 黑名单在这里 那因为是跨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切过来 第一个切过来 它会先出现什么 黑名单金汤 表示切到这个工作表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放在A2上面 然后向下拉 不过特别注意 一般以前朋友看最长期 大概就是什么 点它一下然后向下拉 那问题就有2万多 他会一直跑 跑到2万多 而且还没到 OK 所以这招我建议不要 而且过头 过了之后你可能也要刹车 刹车来不及又要过头了 所以这个方法 OK 那怎么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 建议各位 如果说你要选取的话 记得呢 你就直接想选 这一个A1之后 记得用什么 快速键 什么 Ctrl Shift 向下 这样就OK了 好 这招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不会 OK 因为我觉得这一定要会的 就好像以为有人不会 那不会的话 你就没想到 你要选 哇 每次都选 选 选得很辛苦 OK 如果资料一多的话 你就一直选 选不到 过头要不然选很久 OK 那选完之后 当然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 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怎么样 比对的时候 因为你 所以我先把它按F4 基本上向下 所以其实锁列就可以了 其实锁什么 2 跟那个2223这个 前面加一个钱的话 那Criture是查什么 查这个Email信息 意思说 这个Email信息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出现 有就1 没有就0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1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就怎么样 向下填满 他就怎么样 全部查一遍了 OK 你可以发现哦 如果是1的话 有没有 那他就会出现说 这个就是在Email信箱里面有 0的话就是没有 那也就是说呢 我这样像这样的向下填满的话 他就马上帮我全部做完了 那接下来我只要做什么 把1的留下来 把0的剃掉 那再把1的那些Email信箱 全部复制贴过去就OK了 所以这杯子要再来的话 我可以邮标再放在上面 那么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资料里面呢 比如说我要留下1 0不要显示的话 那你可以再利用什么 邮标放在这里 利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那筛选什么呢 特别说点一下筛选 那他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箭头 筛选的时候呢 你就点我只要留下1的 那我0的话不要显示出来 OK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就留下1了 那剩下来你可以把游标再放在A2里面 然后怎么样 把这个整个选起来 Ctrl-Ship向下 然后Ctrl-C 有没有 就是把4黑名单的 怎么样 复制起来 然后再贴到查询结果把它Ctrl-V贴上 这样子就查出来了 27笔 OK 所以做完了 那再来当然你如果要善后的话 尽量就是再把原来这个筛选 他现在是筛选状 你把它取消掉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给他这个再点一下 那我们就查完了 那我们就查完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在两个不同的范围之内 找到有没有 这个 就是你要找的资料 比如两个范围之内找 找有没有你要找 那你就可以有什么Count if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再把重点为1 在这边插入函数 第二的话呢 就是找黑名单 然后去找什么 找A2 那因为向下填满 A2变A3 A4 A5 一直往下找 每一个每一个都帮你全部找过了 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还蛮快的 因为你点两架 他几乎在瞬间 全部都查过了 那他其实这个概念 也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 VBA写程式跑回圈 意思是说 把这个 帮你到这个全部找一遍 这个再全部找一遍 这个在每一个就慢慢找 找完 有找到的话 就回传给你 你要的那个数量 就是1是有找到 0就没 最后再利用一个功能 资料的筛选 这个功能也蛮重要的 尤其是 你要把那个Excel拿来当资料库用 其实资料库里面有一个查询功能 筛选的功能 筛选的议法 SQL 语法 里面有个 那这个 SLAIT 语法 其实就等同 这个 我们在 Excel 里面的这个筛选 所以如果你 会用资料库的话 应该 如果你有用过资料库 你应该会用到 那个资料库里面的 SLAIT SQL 语法 它其实就是筛选 好 那到底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找什么呢 我要把 4 什么 1的留下来 打勾就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你把所有的0 怎么样 都通通隐藏起来 那你可以再去选你把这个 你的1全部 Ctrl 这个向下 选完Ctrl C Ctrl V贴过去 这样子的话 就所有黑名单就查完了 OK 所以其实这招我觉得还蛮好用 工作里面呢 你只要是 你要查的 是某个范围 你另外有一个清单 你要一个一个足够查的话 哎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做 那当然呢 后续啊 假如说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按钮 按钮的话 当然我们不用这么多 因为我其实这边 是有很多变化 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 先做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是什么 哎我如果 按下这个按钮一个是什么 清除 这个按钮也就是这边清除 这个按钮就是按下他呢 他又会帮我把刚刚的查询 的 功能 又再做一遍 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查询名单 都会替换 如果说呢 假设你这个查询名单又更改了 那你希望怎么样 可以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又把黑名单自动列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 当然我刚刚做的动作 你 第一个当然要不就是你把VBA 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要不另外一个方法 你用录制聚集也可以达成 但录制聚集 你就要把 刚刚每个动作 反正就step step 慢慢的慢慢的 一个一个把它错过 然后呢 就把它录制起来 其实也可以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在我们云端上面 云端版本里面的数学函数 我又把那个黑名单筛选 这边有个程式嘛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基本上我刚刚做的 其实基本上就 在在这边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就是我count if 这边叫黑名单 为什么叫黑名单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地方的那个 黑名单 这个名称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每次要点一下 它看出去不向下 而且要锁起来 而且还要跨工作表 我觉得相当麻烦 所以理论上像这种很大的范围 而且又跨工作表 我通常会给它一个名称 给它一个名称 以后用那个名称代替就好了 那刚刚我们公式嘛 这边不是这个公式里面 这么长一串 这个是这么长一串 以后就不用这么长一串 那怎么做 一 如果你不要一长串 你可以先做什么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给它一个名称 那定义名称的方法很简单 一 我先把这个黑名单 这三个字复制一下 OK 复制Ctrl-C 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范围 放A2 Ctrl-Ship向下 这意思就是把这个范围呢 整个选起来 然后告诉他说 这个名称叫做什么呢 黑名单 黑名单 那怎么叫黑名单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Excel 左上角会有个这个地方 这个叫名称窗格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底下这个范围 叫做那个名称的话 很简单 你就直接输入名称到这里 按Enter 所以记得哦 输入 输入上去 最后记得按Enter 因为同学输入了 然后按Enter 又跳开 其实就没有 建一个名称 Enter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名称就已经叫黑名单了 那我们下一次要操作很简单的 就是呢 我如果Count if 假设说我这一个地方 我不要切过去 然后要放A2 然后要砍出去向下 然后最后还要锁起 不用你就按F3 记得哦 如果你要呼叫刚刚那个范围 还有必须要记一个快速键 叫F3 OK 大概就这样就OK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将来呢 你就等同是第一名称之后 就有点像把那个范围变成一个 资料库里面的一个关联的一个资料表 其实有点像资料库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呼叫那个资料表 F3 OK 所以其实这个方法 我觉得还蛮接近 一般使用资料库的概念 只是说因为资料库 那个像SS操作界面 没有Excel 这么 这么友善 而在Excel里面 你也可以达到 类似使用关联式资料库的概念 这有点像关联式资料库的概念 F3 然后就把它点两下 那也就是说这个范围 就是指的是刚刚那个名称 那个名称就对应到刚刚 就会自动把那个名称 那个范围带过来了 所以这样就OK了 那好处怎么样 第一个 你不用管方案来的工作表 第二个你也不用管哪个范围 第三个你也不用锁了 因为它固定了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诶 这样子名称也短 向下填满也很快 OK 好 请各位试一下这一部分 我是建议以后 只要是你范围很大 而且又跨工作表 建议一定要用定义名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如果做完之后 再思考一下 如果你每天都要做 查询黑名单 的动作 重复性的 我讲过重复性要不就是你写成VBA 要不就是用录制聚集 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